航母自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战成名后 被称作海上霸主 航母是世界上最庞大、最复杂、威力最强的武器之一 航母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海上军事实力 拥有航母的国家可以依靠航母 再远离本土的地方作战 而航母也是全球化作战的标志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航母是美国研制的福特号航母 它的排水量达到11.2万吨 面积相当于四个足球船大小 高度40亿米相当于十几层的楼 不过在美国福特号航母服役不久后 俄罗斯不甘落后 宣布了下一步的航母研究计划 目前俄罗斯所拥有的唯一的一艘动力航母较为常规 目前也需要进行大量的修整 这也是俄罗斯急于建造新航母的原因之一 因此俄罗斯建造新航母也是很有必要的 据消息称这艘超级航母被秘密为暴风级 总设计吨位将会在11万吨到12万吨之间 可搭载大约90架苏-57海军版战斗机和预警机等 也会采用电磁弹射的方法 最少使用两套电磁弹射系统 从实力上彻底碾压福特级航母的规模 俄罗斯级这枪打造最强航母 实际上也是在追赶中国和美国的步伐 作为世界上排名前三的超级大国 如今总体实力前进非常缓慢 反观中国却保持着高速发展的水平 越来越多的先进武器频频亮相 让俄罗斯羡慕不已 而且美国全方面对俄罗斯进行制裁 一旦俄罗斯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很容易在未来发展中受到很大的影响 到时候再想保住世界大国的位置就非常困难了 当然俄罗斯如果主动寻求中国帮助的话 也许会有相应的合作